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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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0800 678 995 他有专人服务 黄色的抑身镜是改善过病的 所谓抑微性皮肤炎 那有任何问题其实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0800 078 995 因为我们服务要做到底 0800 678 995 0800 678 995 你也可以上网去看 他们这个叫做995 一身镜救救我 很好记 其实 因为从险后 我们可以看到 国内的氛围都在立法院 但我昨天在节目上讲 他就很简单 因为我刚在路上也碰到 有几个我认识跟不认识 但他们知道我是金门人 那有个 那个骑甲车 小董 今天要保护好 你金门人最勇敢 我说 现在这么紧张 我说不会 不要怕 我今天人都没在怕 金门人都不再怕了 现在真的 台湾很多朋友说 会怎么样 我说 不会 你要问金门人 我们不怕 我们只怕大物 真的讲 昨天我在节目上讲很多人 又不开了 灰机又不开了 是 物就不开 我们金门人只怕物 其他我们都不怕 但是 你今天看到了 这种情况 我昨天在节目上 讲得清清楚楚楚 其实前阵子就获得消息了 他们的船是被我们撞的 是被我们撞翻的 各位懂不懂 你把人家撞翻 人家淹死了 你有没有责任 我在执行 各位 最让人恶心的就是管碧玲 海委会 现在海行署是归海委会管 海洋委员会 就是部会的首长 海行署就降阶了 海行署过去是只属行政院 现在属海委会 海委会在属行政院 所以他降编了 可是他的人数没有少 管碧玲说我们没有隐匿 一个人怎么可以恶心到 睁眼睛说瞎话 不过 出自管碧玲之口 大家也不意外 管碧玲 管碧玲给外界的印象 不一直就这样吗 我认识他30年了 他不一直就这样吗 对不对 有时候看着可笑 有没有隐匿 当然有隐匿啊 现在哪一个人 除了管碧玲 前台湾哪一个人 会说没有隐匿 你当然就隐匿啊 你把人家撞坏了 说我们在追逐 他自己欢呼 你在 你在讲他自己欢呼 他舌行欢呼 你没有讲他是被你撞的 有撞跟没有撞差别很大 各位朋友 你想想看 对不对 就像我这两天 挤的例子 一个少年骑着摩托 不戴安全帽 警察怎么可以这样 搞快追 结果你追追 追了很靠近 你把他撞坏了 他摔死了 你说谁叫你要 谁叫你要无照行使 少年当然是无照 谁叫你要不戴安全帽 可以吗 前台湾有谁可以接受 各位 没有人有办法接受啊 可是我们台湾自以为了不起 我们对中共 我们就觉得我们高他一等 我们要对你怎么样都可以啊 对不对 台湾那种恶心的嘴脸 已经让人揍我了 就是这样啊 有没有隐匿 当然有隐匿啊 这不叫隐匿吗 而且在悄悄的在放水啊 四个人死两个 赶快把那两个把他送回去 我昨天在节目上讲 我就讲 你看这两个重点 你可以看到了嘛 还有一位管兵营他们又出来讲 因为已经那个信问完毕了 我们就把他遣还 你不是说他夜镜吗 他夜镜是违反我们国安法 那国安法 他是不是应该 把他起诉 交法院 怎么可以让他出境呢 怎么可以把他遣还呢 各位我讲这就简单常识啊 对不对 你没办法杀人妹口嘛 你只要赶快把他送回去 不要让他在这边接受媒体网问嘛 像我们这种比较刁砖的记者 我们就问 他怎么撞你 是不是 是不是故意的 是 他讲的一定对我们 政府一定很有伤嘛 一定很有伤嘛 对不对 因为他是受害者 那你的同伴死了怎么办 我的同伴好人喔 你看 对不对 他单亲 还要养两个小孩或怎么样 哇 故事一讲出来 你看 我们伤害多大 所以赶快把他遣还 我告诉你啊 这两个人喔 回去 他会讲 昨天第一个时间一到那个 他们其实有接受访问 我有看大陆 的访问他 但是他那时候大概也很难够 就讲了 他讲的重点很短 我们就是被他撞 撞翻的 我们就被台湾的海警给撞翻了 这两个人的访问 在大陆的访问 我看啊 他一回去就被访问啊 那回去他们也会被接受征信啊 因为你们四个人出去 只有你们两个人回来 我也要知道台湾方面怎么样啊 这两个人叫习仲安 王延祥 各位朋友 我有看他的访问喔 昨天我们把他前轮回去 我们政府 我们这个垃圾下山浪不要脸的畜生政府 死了一手啊 我们派陆委会的法政处的处长 到金门 那中国大陆的 中国大陆的 要把这两个人接回去 他派的 红十字会的 会长 红十字会 金门跟台湾 喔 跟大陆这边喔 其實是非常熟悉啊 因为我们过去 一些人员接送 从还没有九二公司之前 就互相接送了 人到嘛 有人生病 在大陆生病 哇不行 那时候的大陆 医术比较差 那时候 趕快送回来 要怎么送 小山通通了以后 趕快送 那以前 送的这些人 跟我都很熟悉啊 他们说 每次一接到那个 就很 就很紧张 趕快跑过去 然后去医院那边接下 那接下很方便 为什么 因为那边的红十字会 马上会在码头接待 我们金门的过去 欸 怎么样 哇 然后赶快上车 上车一边跟你讲 再怎么样 然后你 大概有个轮廓 然后到医院 或到哪里 趕快把这个人 那 有很多 还不是猴人喔 人家就要接回来 家属就要接回来 很多是重病 趕快接回来 接回来怎么样 到码头马上直送机场 跟机场那边讲好 有一个重要的 好 病很严重的 而且他可能习惯在哪里 可能他在习惯在台北的国菜医院 对不对 好 赶快送 就这样 你知道吗 那个都是非常紧急的 我们过去的惯例 就这样 这次 这次垃圾不要脸的 民进党政府 派了 陆委会法政处长 来 你们把人带走 把这个签字 中国大陆那个不敢签啊 各位讲说 这是小事啊 随来签不是都一样吗 不一样啊 各位朋友 你要看懂了 为什么民党叫做龌龊 为什么蔡英文叫做下山案 为什么管碧玲最恶心 邱泰山让人看不起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制造啊 制造说你看我们派出个官员 十二指等啊 华正处的处长 十二指等啊 公务员啊 我们两岸没有那个 我们只能用白手套 对不对 大家都很清楚吧 那现在连白手套也没有了 因为民进党政府恶心嘛 不承认九二公司 什么都不承认嘛 他只要好处 他只要白看电影不付钱 民进党政府就是一个这样 垃圾下山案 他就是这样 我白看电影我不要钱 我白吃你家的水果 水果他的摊子我不付钱 民进党政府从头到尾就是这样 垃圾下山案不要脸的畜生 不是吗 马上九十代所有 双方的那个 民进党全盘接收 所有的好处全盘接收 可是他所要 尽的义务他都不要做 这个叫做不要脸啊 台湾人最不要脸的 就是这个模范啊 这个就是模式啊 把人家吃干磨精 那碰到其他国家 低声下去 像一条狗 对不对 台湾是像一条狗 碰到美国像一条狗 碰到日本像一条狗 碰到两万人的帛琉尾像一条狗 碰到大陆人就 哎呦我们敢啊 我们要跟他怎么样啊 下四下情 不太快笑啦 我跟你说 你可以啊 那你通通不要啊 你为什么一边拿人家好处一边讲 每天在修辱骂人家 我讲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一点 但是大家看嘛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们要他签了 然后我们要去外面敲锣打鼓 你看两岸没有九二公事 我们照样有签了 你看对方的签 签字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我们两岸照样有在协商 我们派的是官员 对方照样乖乖要签字 各位懂了吧 他的蹊跷在这里啊 我们故意派官员要他签字啊 过去我们不是派官员啊 过去我们是派 红十字会啊 金门红十字会没有被通知啊 各位 我们派一个入委会的官员 红十字会不是官员啊 红十字会那些人金门 这三十年的红十字会的 负责人我都很熟啊 从过去洗金龙洗金像他们兄弟 大家都很热心 我都非常熟啊 但我跟各位朋友讲 为什么我们政府要搞追索 我们政府用别人的灾难 来达到自己 想要让外界觉得说两岸 其实是 有官方的接触 各位懂了吧 没有九二公事照样可以接触 中国大陆过去信誓旦旦 没有九二公事什么都不要谈 民党政府说不不 我要 我不承认九二公事 但是我什么好处都要 我都要 那他以前要谈 陈明通 当入委会主委的时候 大陆很多地方的小官员啊 一个小科长 一个小首 来都要求 你要进来的话 要我们核准嘛 你要进来的话 必须跟陈明通见面啊 各位什么叫垃圾下山 不要脸的畜生党 陈明通是特任官 对方 比到我们这边大概是伍子等啊 要见面 我见面 陈明通是官 他们也是官 你看官方接触了 他去表达他的官方接触 你知道吗 最可耻最令人恶心是哪一件 你知道吗 蔡英文上任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 游览车驾驶啊 婚姻不明满很痛恨 刚好有陆克24个啊 坐他的车啊 他事先把他的车子全部封死 车上弄了很多汽油 然后他点火 跟这些人一起死 总共死26个人 死26个人 他把所有的窗户 什么都焊死了 陆克不知道啊 上去 全部烧死 记不记得那个事件 台湾的游览车驾驶 那时候蔡英文上任没多久啊 这事情就发生了 我们要求对岸派官员来协商 人家死了耶 你要借机来说 你看没有九个公司 我们还是可以协商 他要表现这样啊 畜生是不是 别人都死人了 你还在考虑你的政治嘛 对不对 结果了 对方不愿意啊 对方说 人都烧死了 那你把他还我们啊 你把骨灰还我们啊 你还怎么样 你还把骨灰 拿来要挟我们吗 有一家公司的大老板 他的骨灰被他前 他的司机啊 前司机啊 把他偷走 然后跟家属 要挟给六千万 不然你爸爸的骨灰在我手上 各位 现在这种令人滑指的事情 出自蔡英文之手 不要脸 畜生正午啊 你怎么可以借人家的 不幸的事件来达到你这样说 欸 我们两岸还是可以协商 你要协商什么 你要把人家的骨头 揽在身上 要他来赎啊 是不是 各位你今天看到这种 看到就是恶心 民进党政府是一个没有人性啊 他只有目的 他只要以取以求 他只要对方的好处 他只要白看电影不买票 对不对 到水果摊白吃水果不给钱 垃圾就是垃圾 你有什么话好讲 各位我举个例子 大家看得很清楚 你也可以去上网去看 我讲那个不幸的游览车事件 结果死了这么多陆克 那时候大陆并没有因此把陆克禁止欸 没有欸 他们认为台湾相对 当然一定有很多坏人嘛 譬如说那个姓蔡的叫英文的人 不是大坏人吗 对不对 赖清德 苏贞昌这些不是大坏人吗 是啊 但他认为说台湾不应该这样 他们还是让陆克进来 他们没有让陆克进来是2019年 那我讲的那是2016年啦 各位朋友 结果 这是24个陆克加两个台湾的 司机跟那个导游 26个人烧死了工具 台湾怎么样 台湾把人家害死了啊 你每天害死别人女孩那个 只有马航九 卸任的马航九总统到场 我们政府没人到场 我们蔡总统不到场 什么叫垃圾 蔡英文你就是垃圾 你知道吗 你没有人性啊 每天假装在那边表演 对不对 各位我讲 我欢迎大家 来指教我啊 我讲的每个新闻事件都是真的耶 那我们今天把人家弄死了 是不是 你说他业界 怎么可以这样 那我反问你啊 那我们的出日号 也业界啊 那他可以不可以上来检验 可以 可是你民进党怎么骂的 哇 清门套 怎么可以这样 你业界你要人家下来受你检查 你业人家的界 人家上去检查不可以 你是什么两种标准 因为你觉得你比他高贵嘛 台湾 这些人啊 卑贱啊 下流无耻啊 他觉得自己比别人了不起啊 你了不起在哪里啊 你就是靠中国大陆在养你的 对不对 我们40%的东西是消大大陆去卖 赚人家钱 你不是靠中国大陆在养吗 那今天还要 哇高人一等 你就是剥卸着你知道吗 过去那种地主 有几块钱就给电龙去种 电龙种了 要八成的稻谷 水稻 要交给他 电龙只能留两成 为什么 因为你的田是我的 你的田是我的 你帮我种田啊 我给你两成啊 一百斤我给你二十斤啊 八十斤是贵 龟这个往百万了啊 你百万了啊 不是吗 我们过去不这样吗 我们过去就这样啊 一个地主有很多庄严 一个圆外有很多庄严 然后他有很多电龙啊 不是吗 就这样啊 你有没有看红楼旺 是啊 很多人都要来搅 我们租你的田 然后我们要搅多少 你如果不搅 我们明年就收回 你连那二十斤的稻谷都没有 是不是 国民党来 土地改革 375捡租 工地放岭 跟着有齐田 很多老百姓 就开始有自己的土地了 这些老百姓 现在都投民进党 畜生 因为人不知感恩不是畜生吗 我讲这些老百姓 多数都投民进党 因为他就是台湾的农民啊 你过去当人家的地主 当人家的奴隶 然后现在人家把你解放了 不知感恩啊 然后每天讲 哦 国民党怎么怎么 啊你情绪啊 那情绪有什么话说 各位 我小董我什么人我都敢骂了 是不是 人如果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 你还要怎么样去 你还要怎么去跟他对谈 我们讲就是这样 人哦 本人 人跟人之间本身就有一些基本的道理 这基本的道理 社会的规范 它本来不一定有法力 要怎么样要怎么样 可是你必须 你必须知道嘛 对不对 今天我们两个共同要进电梯 看对方匆匆跑过来 赶快 你赶快上 他会很感谢 谢谢 我赶着要那个 没关系 一样嘛 对不对 我们人跟人会 有个礼貌的那个嘛 你在走路前面有人掉东西 先生你那掉了掉了 他谢谢你 哎呀我这个 谢谢你提醒我 不光我这个 我这个包包掉了 上面是我儿子的便当 我要赶快把他送去学校 对不对 可能小事情一桩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在 人生里面常会碰到这样的嘛 对不对 我们骑车 哇够了看有个那个 先生你不要那个 前面右边那里有个警察 在树下 有没有看到 你现在不要那个 谢谢你 谢谢你 叫他不要违规 的确 有时候会互相啊 当然你说这不好啊 对不对 但是 人跟人 他会有些东西是互助的啦 那互助 当然 你要 你不能每天都在享受 别人给你的助啊 你有时候也要助别人 这个就是社会循环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情况 各位我讲 我们台湾是没有的 我们台湾齁 什么都是吃干磨精 然后呢 每天觉得中国大陆 都对不起你 请问他有什么对不起你 是你的水果卖给他 不用关税 还是他的水果可以到台湾 他水果到台湾 连来都不能来啊 你每天在占便宜 嘴巴讲得好像自己 每天都受他欺负啊 台湾最不要脸的就是这些人 尤其一堆小畜生 就是那种年轻的 那种每天只会跟爸妈要钱 以起以求 觉得所有人都对不起他的 那些小王擦蛋 那些小畜生 那些小太阳花 他们有一点点人性吗 他们比一只狗还不如啊 对不对 你丢个东西给狗吃 他还会感谢你啊 这些人不会感谢你 他觉得你丢给他东西不好吃啊 你给他东西不好吃啊 他觉得你对不起他啊 他每天都在想这个 各位朋友 你想我小董讲的有没有不对 我想就是这样啊 我们今天整个台湾社会的扭期 那种本来善良的人性 通通没有了 从李登辉 李衍哲 他们把整个课纲改了 从 所谓的这些太阳花 后怎么样 民进党 台湾没有民进党时候 很多人都很正常啊 那现在完全不正常 好 谢谢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我今天要上 东森的五期新闻 好 五期新闻报 好 谢谢 然后我们今天从 宋丙隆开始 好 谢谢丙隆 丙隆 给我们的支持 非常感谢丙隆 还有道阳 感谢道阳 他写真人报 那小董那时候讲大陆 蔡正如把水果销入 就好像在卖兄弟茶 你要接受 你不接受我就天天骂你 中国人欺负台湾人 他们就玩这一套啊 畜生正如嘛 对不对 好 那 再来吃柯小姐 柯小姐 非常感谢柯小姐 菲律宾的来的好友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我们看到了 道阳 是 道阳在这给我们独练 他引用真人报 小董认为大陆 台湾这个情况 是被蔡政府 示 没有错 搞成统战 第一题是这样 各位朋友可以看看 真人报这样的文章 然后三字幕来了 谢谢三字幕 感谢 三字幕给我一张好看的读 还有 林明贤 谢谢明贤 明贤 没有留言 但是我非常谢谢他 常常 不时天天都来抖念 还有文森旺 我们年轻的好友 谢谢 文森旺 文森旺 然后下来是 爱丽科斯 谢谢 爱丽科斯 也是给我一张好看的图 爱丽科斯 然后柠檬 是 柠檬 谢谢柠檬 他给我一张很可爱的图 柠檬 谢谢 还有董志胜 谢谢志胜 董哥小编武安 我们小编改名字了 各位知道了 对 他改做 参语 谢谢 来了杨峰 谢谢杨峰 感谢 非常谢谢 杨峰 好 欢迎 小董真心话 那 我在讲 两岸这个 有时候会激动 为什么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希望 两岸有更多的平安 可是民进党认为 两岸越不平安 越有冲突 他就有很多话以前 中国大陆就欺负台湾人 他就有选票 他每天在搞这个 今天有个叫盖拉格的 美国的一个 中国事务 议院 中国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来了 带了几个议员来 我们又要在那边讲东讲西 美国来的那些洋鬼子 巴不得两岸有冲突 然后他就可以卖武器给台湾 他又可以讲东讲西 代表他是自由精神的堡垒 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美国人一沾手 就是发生战争 美国就可以卖武器 各位简单讲就是这样 他是一个金偶贩子 全世界最恶心的 黑社会老大 他都手指别人去打仗 死了反正是别人 盖拉格 美国来的狗畜生 他连理就不干了 就没得干了 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投票吗 11月就投票了 来干嘛 他本来在台湾还要开公听会 上次拍公听会 我在节目上大骂 美国众议院可以在台湾开公听会 这个国家 我们国家 是他的一条狗吗 什么叫主权 美国参议院的议员 可以在台湾开公听会 听证会 后来就不开了 他们自以为是谁 你知道吗 因为没有错 在他们心中 台湾是他的一条狗 在台湾领导人 的眼中 我们的确是美国的一条狗 李敖说 你要当狗也要有点狗的尊严啊 怎么自己还买狗粮 你要把我们当狗可以啊 你的武器是要给我们的 不能收钱 不是卖给我们的 要送给我们啊 那我们还自备狗粮 是不是 可是民进党这条狗 当的太卑贱了 这个狗政府啊 当的太卑贱了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 然后盖拉格来这边 又要忍辱忍辱 又要怎么样 哇捍卫台湾民主 怎么样 台湾民主要需要美国来捍卫吗 美国自己有民主吗 美国自己没有的东西 还要到处去推销别人说 一定要照他这样才叫做民主 一个畜生国家有什么好民主的 各位讲嘛 你每天去挑动 俄国战争打不完 各位 然后呢 以下战争 死了多少婴儿啊 是不是 不是 周天联合国的会议 美国行使 人家要加剎火狼 停火啊 美国行使火劫前 不行 然后自己提出一个法案 没人支持的 结果加剎走狼怎么停火 美国行使 各位你有看台湾媒体大事报导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毒 非常下流的一个作法 对不对 谁不希望加剎走狼暂时停火呢 你是不是停火大家 大家看以色列怎么去摧残那些人嘛 你说以色列先被攻击啊 没有错啊 是不是够当了 是啊 你弟弟在希望跟人家冲突 对方打了他一巴掌 你弟弟一看 哇对方 对方高年级的 你弟弟小学二年级 对方小学六年级 你弟弟就跑回家告诉你 你是高中生 回来 你怎么可以打我弟弟 然后刀子拖出来 把对方砍死 你说我要替我弟弟 我伸张正义 各位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报复的够分 对不对 各位我讲 今天以色列的做法 就是已经这样了 他的报复就是摧残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婴儿 跟生出来没几天的 我通通杀 各位 现在全世界为什么没办法接受 就在这里 只有美国在挺以色列 美国周天在联合国 把大家要求 各国要求加煞走廊 停火的 他把他否决 因为美国有否决钱 你要告诉我说 美国有争议有民主 畜生会有争议有民主吗 你要跟我讲民主进步 叫民主进步 畜生会有民主跟进步吗 各位我讲就这样啊 你拿太多事情来印证 这些人让人家看不起 是不是 小董讲新闻 我绝对举出非常多的新闻例子 让大家都 很多人就 这事情你都记得 那个事情怎么样 我告诉你啦 其实人跟人 和国家跟国家 很多情况是一样的 我们不会同情普丁啊 怎么可能同情普丁 普丁本来就是一个 冷酷的杀手啊 没有错啊 那你怎么 你怎么教一个乌克兰的人 去挑衅他 然后告诉他 我们当你后顿不用怕 结果他真的去挑衅啦 被普丁打啦 他说我们给你武器 给你刀子 你去捅他 我们给你石头 你去丢他 结果乌克兰 死了多少人啊 光在海外 当难民的一千多万 各位想想看 里面有多少小孩子 多少妇女 多少老人 那是生命耶 你们 手死别人去 去打仗的 你们最后 说我们又给他武器 我没有支持他 我没有给他钱啊 给他面包吃啊 是啊 那他死了那些人怎么办 他可以不要这样的啊 可以不必要这样的 你知道吗 是不是 人跟人相处本来就有这些东西啊 因为我们整个社会他不是非黑即白啊 他本身都人跟人的相处 国家跟国家相处 他本来就有这些东西啊 但是你看到 美国派了几个人来 蔡英文又觉得 哇 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盖拉格 来自那个畜生国家美国 然后又要要要扬威 哇 好像自己都怎么样 不欢迎你啦 我老实讲 啊 美国七月 又九月 又十一月 美国十一月 就要选几啦 选总统 哦 然后中医院 盖拉格不 竞选连任啊 所以你的任期也就照这里啊 那现在来干嘛 我 合理怀疑哦 我合理怀疑啊 是不是要推销什么东西啊 美国这些议员期来台湾都在 嘴巴讲挺台 友台讲得很好 其实都在推销他们的东西啊 对不对 有人推销萊克多班的猪肉啊 你敢不买啊 有人推销他的波音飞机 波音飞机两天前 他前面前面哦 那个窗户 回到空中 窗户掉掉落了 前两天 又发生了 哇 一堆问题又赶快下降了 这半年来你只要打波音 事故哦 这两个字眼啊 波音跟事故哦 你可以看到已经不得了了 波音是美国的飞机啊 欧洲很多国家合作 以法国为首啊 的飞机叫做空中巴士啊 空巴 现在中国大陆 自己也发明一个民航的 现在在新加坡在展啊 叫C919 各位大家都在发展 过去全世界的飞机不是空巴 就是 就是波音啊 现在波音 美国强迫去推销给别人卖 要买 危险你们飞机不要危险 不你们要买 不买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 强迫推销 卖兄弟茶啦 畜生国家在卖兄弟茶 还振振有词啊 对不对 卖兄弟茶 啊这个茶呢 这茶不干净 很脏啊 对不对 不是台湾出产的 告诉你就台湾出产 这品级最高啊 对不对 那这个茶有没有问题 不知道 你会买不可 不买你就看不起我 各位这就叫兄弟茶 美国人在卖兄弟茶 的确是这样 我们今天台湾 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可怜 然后对外讲 哎呀你看 哇那个大哥都挺我勒 我走路有风 你有什么风啊 你走路有什么风啊 你连 把人家大陆人弄死了 自己都要 遮遮掩掩 什么都不敢讲 今天被抓包 管闭琳说 我们没有隐瞒 你脸皮有够厚 民进党政府就是一个垃圾政府 我跟各位朋友讲 我们今天很多事情 其实 大家都有常识啊 如果他不是被发现 然后 民进党政府会承认嘛 他如果不是被检察官 隔离真信 我常讲隔离真信的重要 因为我对司法 还有那种刑案 或什么 我有一些了解 那你大家看 今天 台湾其实很悲哀 就像我刚来的 路人 还有一个骑脚踏车 小董要加油 你们进门人 要挺住 我们本来就很挺得住 但是我们不要踢一个垃圾 下流的挣钱 再擦屁股 对不对 我们本来就很挺得住啊 如果两岸有一些意外 大家互相理解就知道了 这不是故意的 不是怎么样 你现在是不是故意的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们不是故意撞到 两边本来就会操作 那你第一个时间 为什么不讲 我请教一下 你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天才讲 我请教一下嘛 隔了快一个礼拜才讲 而且是被检察官 剪了出来以后才讲 我简单讲就是这样啊 你说我不 因为大家在海上嘛 没有错啊 海上我也同意 可能会有一些插状啊 船又不像 有没有开汽车 还有个刹车 对不对 你只能减速 让它缓下来啊 要不然你要丢下船嘛 才能把它阻住 不要让它快速前进啊 的确是啊 我同意啊 那你第一个时间要讲啊 你把人家撞了呢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是故意的 各位朋友 我觉得是故意的 因为故意哦 才没有那些监视的 你懂不懂 很多检察官噁心下流啊 很多我们台湾 下流的检察官非常多啊 亲历的检察官不讲是非 他们在审案子 审到一半 刁球 其实我们 检察庭哦 检察官叫检察庭 那法官有辩论庭 有什么各种庭 检察官开的叫检察庭 所有的庭在开的时候 一定要录音 检察官说 把录音机关掉 来 我跟你讲清楚哦 我刚问你半天你不回答 我等一下会收押你哦 至少 让你半年回不了家哦 你妈妈现在重病 你现在小孩才出生 你等一下要不要好好给我回答 给我听清楚啊 检察官是这样你知道吗 然后开始羞辱你三字经都有哦 我不骗你啊 真的连三字经都骂 你他叉叉的 你那什么 那那 那个 闲乱就吓到了 然后等一下再重新开机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们的检察官很多下流的不得了 就是这样啊 那 那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民进党政府是不是这样 新年快乐 领红包啦 记得喝水 好 我们刚刚念到 杨风 是 谢谢杨风 非常感谢杨风 我们的好友杨风 来喽 马拉格基 一来来的好友 是 他给我 大大的奖念 非常感谢 张克勤 谢谢克勤 送我一杯咖啡 感谢克勤 还有城邦寡人 是城邦寡人 新加坡的好友 听得董哥开嘛 好爽哦 西北松 是 非常感谢 感谢城邦寡人 叶丽慧 谢谢叶丽慧 他还给我一张好看的图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老尼 谢谢 非常感谢 董哥 骂得有礼 人不懂得感恩 感恩 以后会四季更多 其实感恩 是国际台湾社会 我们小时候社会里面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孝顺父母 因为父母把我们生了 养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嘛 给我们生命嘛 简单讲 孝道是从这里来的 那 GinoGino 谢谢GinoGino 给我一张好看的图 谢谢 还有张梅华 梅华你来了 谢谢董哥要喝水 听董哥 骂执政党 救世解气 没有错 畜生党 这个 不要可救啊 台湾老百姓怎么会去挺一个 畜生党 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啊 好 好 谢谢 董哥昨天有人在问 那个 深恨大火 欢迎小董哲心话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台湾社会 它很多事情 就像我昨天在讲的 好 那很多事情 我昨天讲什么呢 我昨天其实 啊 因为访问了 教授嘛 好 那 我前面一段 只有讲两个议题啊 一个就是大陆这个事件 因为这个事件 为什么重要 因为死两个人嘛 然后我们政府隐藏 隐藏的东西是什么 它的船是被我们撞翻 那这个就是杀人事件了 各位朋友 我想这就杀人事件了 对不对 你去把人家船撞翻 他就死了 不管你是故事杀人 还是西医杀人 这个就是杀人事件 这个简单讲 我 这个不必 所以他为什么要隐瞒 这是一个简单道理 那我昨天讲的第二个事件 是什么 就是讲的第二个事件 就是基隆这个事件 这事件其实也很简单啊 你只要用道理去想 他们其实民营党现在 发现他们在立法院吃杯 他们现在在弄一些事情 那这事情怎么讲 就是我昨天在简单上讲 林佑昌当八年 的基隆市长 他把基隆的 东岸商场 东岸商场 地下四楼 地上一楼 他把它租给 一家叫大力开发的公司 租给他五年 那这五年 你还是经营的好的 你还有两次的优先 存租钱 分别是三年跟两年 所以总共是十年 那 五年以后 又三年了 谢国良上任 他发现这家公司 有前科啊 那 这个构成解约嘛 所以 他就把它解约了 那解约 这家 叫大力开发的人 他在这八年期间 他把它租给NAT NAT就是 大家知道我们穿衣服 的这家公司 叫NAT NAT就把它改二楼三楼四楼 各位 我刚刚讲的 地下一楼 二楼三楼四楼 还有地上一楼 总共五个楼层 还有土地 都是基隆市政府的 他跟大力 这家公司签了 那签了以后 大力又把它当二房东 把它租给NAT NAT 要把它盖成二楼三楼四楼 基隆市政府知不知道 知道啊 因为你有给他盖啊 那时候是林佑昌期间 那我们喔 如果土地是我们的 对方要盖可以 你要有个 比如签约或怎么样 大家可以 我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前台湾最有名的建筑 叫台北101 这块土地是台北市政府的 啊很多人觉得 这个地很重要 心理计划期所以怎么样 大家就合作开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 包括红国集团 包括中华开发 包括很多大老板 然后他们 大家各出资来盖了这个 成立这家公司 跟市政府租了这块地 盖了台北101 盖了以后呢 没有啊地上物是你们盖的啊 可是土地是我的怎么办 我们有签约啊 签约就是70年以后 台北101这家公司你听好 你跟台北市政府签约 这块土地现在就给你 你可能盖了三年五年 那下来还65年 你赶快去经营 你只要要缴税 那满了70年以后 你这块土地 要无条件还给我们 包括土地上面的房子 各位你懂了吧 所以土地是比较重要的 你医护在我这里 这个就是耶嘛 这个叫做BOT啊 政府自己想做做不来 民间来做 但是我有这个条件 我土地不能卖 这是一个成功的BOT 陈水扁当台北市长 我跑陈水扁 他们签约的时候 我就站在旁边 他们集起酒杯的时候 我也在旁边 各位 我跟各位讲就是这种 那基隆这个呢 有没有 没有啊 你以为跟他签约而已 有没有 没有 那他在你的土地上 那他在你的土地上 眼睁睁了 因为他是一个很明亮的地方 眼睁睁在这边盖 那你牛肉汤在干嘛 你要盖可以 我可以跟你要求 你的椰板以后 椰板以后 二三四楼就应该归我们 对不对 规矩龙市政府 没有 他现在的真职就在 内特说你是强大啊 你怎么抢我的二三四楼 那前任的政务 为什么不 他要盖你可以 我可以给你盖 但是你要签约 椰板以后 这些房子就属于我们的 对不对 或者怎么样 你要有个一点 不一定 不一定像小董讲的 这么死板板的都 你椰板要给我 或者椰板你还可以用十年以后 就要属于基隆市政府 简单讲就要有这样的协议 通通没有 没有登记 那现在 现在 谢国阳跟他解约了 那这个东西 回不来啊 这家叫大日的 他是烟衣点椒 他说对 我们 我们是 被 中央政府惩处了 我们 不符合可以跟你续约 没有优先钱了 他优先钱两次 林柚昌给他一次三年 还有一次是两年 可以两次 谢国阳说不行 因为你 你违反中央的法规了嘛 那他也同意 他交了 他要交内特不交啊 那基隆市政府跟内特有没有 签认而已 没有啊 我跟你没有关系啊 跟我签认是大日 大日自己经营一楼 地下四楼 然后一楼租给了内特 内特再把他盖二三四楼 各位 我现在讲大家就懂了吧 所以你听了这个就说 那就是你们厂商自己的关系 高雄市政府只是要把他收回来 基隆市政府只是要把他收回来 没有错 现在民进党政府 然后佩尔那些人 哎强大啊 怎么可以怎么样 然后林又昌也那个 那只问林又昌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 那时候知道内特在盖这些东西 你不去 透过大日去跟他找他 你们我租给你大日 你大日凭什么在我的土地上面 盖房子 各位你懂吧 这是前任的政府的很大的疏失啊 林又昌现在是内政部长啊 他以前碰到我说 董哥我已经有你两张名片了 再一张你不准骂我 要收集三张啊 可以享受优惠啊 我就没有这回事啊 但是我就是论事啊 各位朋友 他这种争执很多 好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 现在民进党会摆一些目标 他把它转移 对不对 我们知道深坑大火 刚有朋友讲了 这两天 老大就说很恶臭啊 或怎么样 是没有错 新北 一家电子工厂烧起来了 那造成了恶臭 很多 因为他飘到文山 很多老百姓受不了啊 怎么那么臭 是 这家电子工厂当然 他烧起来绝对是意外 我老实讲他不是故意被撞火 但他当然要处理 那郑鲁当然要处理 就好像我们过去 譬如说桃园 他也有大的家机工厂 发生大火 或怎么样 甚至有六个消防人被烧死 都会有一些这样 郑鲁就要去处理这个 我觉得侯友谊这个时候 你态度就要很强硬 深坑是新北嘛 那可能是殃及的是台北 那当然我们老百姓嘛 何理都可以解释 郑鲁 有没有在第一时间把他扑面 有 可是当然因为他烧很久啊 没有 没有那么好处理 那当然是一个意外啊 我讲喔 我不知道坦入水 我说每个地方都会有些意外 就好像屏东那时候也有意外 烧死了消防员 对不对 四个消防员被烧死了 那当然很不幸你知道吗 你要不要去救 你说你可以真正有值啊 我们政府干嘛去救那些死老百姓 自己那个水电也不管你好 让他烧起来 电线说 为什么你自己该负责自己烧死 是啊你该负责 我们还是要救啊 要不然政府成立的用意在哪里 那当然啦 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今天有问一下 那个错位大致上 因为经过这样比较消了 但是当然老百姓还是不能接受 你在文山区 是一个文教区 那深坑那边 那边有动物园 我觉得那动物大概也是很难受 但是我们做很多评论的时候 就是说你要比较公道的话 这个当然 新北市政府要有很大的责任啊 那你平常要一些工厂要去检查 工厂你要检查啊 劳工 他们的生活 的工作环境 你要去检查 当然都会有责任啊 所以我讲 作为一个政府 尤其地方政府 很多东西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 那这个就是活有一个责任 那其实新北 他最主要的问题 还不是在火灾啊 我觉得新北最主要 他有时候 因为他人口多四百多万 他有些东西是在治安 因为很多人口 在这边 然后动不动就打架 就干嘛 我自己觉得啦 那当然啦 我觉得 火友宜在这里 做的 就让大家接受 他跟过去有一些不一样 可是 因为他现在民调低 所以做什么事情 大家就喜欢说 啊你现在民调低就错了 以前民调高 做什么大家都讲对啊 这台湾很多东西 其实跟着那种媒体在 好在走 但是小董不要 因为我就是媒体 我讲东西 一定要比别人有深度 交通安全 董哥我们剩下 一点点抖奶缸 念到张梅华 是 谢谢梅华 非常感谢梅华 没有说董哥要喝水 董哥 骂人 就是解气 没有错 谢谢林中达 感谢中达 非常感谢 谢谢 好 谢谢董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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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